世界上脑残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古事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脑残 或者被脑残干掉 都应该去看看《乌火之重》这本书 今天的视频看完后 如果没有收获 请永久去观 《乌火之重》的作者 勒庞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说他早就发现了相对论 并且提供了详细的证据 奇怪的是爱因斯坦去给他回信说 确实是你先发现的 但是我让世界知道了它 就是这位在科学上的造诣 比肩一流物理学家的人 却看到许多科学无法解释解决的事情 于是他写的是《乌火之重》 在我看来 路旁的《乌火之重》 在心理学上的贡献 会亚于相对认对于物理学上的贡献 我甚至认为 如果不理解《乌火之重》 你就无法看到传统经济学 或以此为基石的投资理论 都是一张废纸 可惜的是 大部分人用一辈子的努力和财富 最后只是证明了 他们的体系无效 没有什么地方 比股市更能廉价地 观察《乌火之重》的特点 也没有什么地方 比股市更能验证落盘的深刻空间 让我们来听听 他书中随处可见的进场 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情绪是好还是坏 他们都呈现极为简单 或极为夸张的双重特征 无论构成群体的过体是谁 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相同 还是存在差异 无论他们性格 智力是怎样的 只要他们组成了一个群体 他们就拥有了一种集体心理 这会让他们的感情 思想 行为 变得完全不同意 每个人在孤立状态下的感情 思维和行为方式 在群体中 累积在一起的只能是愚蠢 而不是天生的智慧 群体在智力上始终低于孤立的过体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 在其他领域如此成功的人 会成为鼓势的九三 比如 牛顿 蒋校长 马克 看看肉行的回答 从过体出为群体中的一分子开始 活学之人或不学无数的人 都同样上学观察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把自己的学汉钱 投资于所谓的云立波 人宇宙 这些科学家都无法搞清楚的概念上 肉行这样说 群体为了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信仰 观念 或直言便会因应地面对死人 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八年一万倍的传说 仅仅是 一个人在古巴发了一个帖子 就被亿万普通所传送 并且成为他们的梦想 肉行是这样说 无论给群体提供的是什么观念 只有在他们呈现出绝对的 毫不妥协的或简单的形式时 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 虚幻的事物与真实的事物一样 对群体施加着几乎相同的影响 群体有着明显的对两者 不加以区分的倾向性 在永恒的迷信冲突中感情从来没有被征服过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相信贾跃婷的话 欢呼马克思的火星营或狗狗币 肉旁是这样会的 任何能为他们提供幻想的人都能很容易的成为他们的主人 任何想摧毁他们梦想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那些因为语言或套话的力量成为吸引品的人 只用他们的尸骨就能建造一座与古老的奇奥普世更高的金属 为什么MACD长论或波浪理论 这些和公司经营成面毫无关系的技术 却拥有最广泛的学习者拥护者 肉旁这样说 民众从未可望过真理 他们会撇开那些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证据 如果秘误能够诱惑到他们 他们命运将秘误奉为神明 如果我不小心否定了常乐将人波浪 你知道我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肉旁这样警告我 任何想摧毁他们的幻想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为什么消费股活报的时候 你看到几乎所有的基金心理都在讲消费 现在周期股活报的时候 人人又在说周期会变成成成长 不要吵笑他们 肉旁早已冻上主持器 究竟有多少人敢与时尚被盗的事 自卑群体的并非是论证 而是榜样 我们作为过体股仪一旦涌入了群体 就构成了污火之中的一份心 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强大的无论哪个投资理论体系 忽视了甚至不重视这个力量 都会导致他的体系 一钱不止 我们都想在市场中赚钱 但是股市和晚得谱非常相似 我们想赢钱 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一手好牌 还取决于我们的对手盘的愚蠢程度 如果他们不犯错误 即使我们有好牌 也很难赢钱 这就好比我们买的好公司 还是亏钱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聪明 看到了这家公司的价值 给出了极高的价格 也就是说 决定我们能否赚钱的 不仅仅需要行情好 公司好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对手盘 是否犯定价的错误 我认为股市赚多少钱 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技能和洞察力 还取决于我们投资生亚中 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 我参与的市场中有多少蠢货 以及这些蠢货导致定价错误的 离谱程度和频率 如果得谱的其他玩家的排击 和你完全一样 很少犯错 你想赢钱 难度也非常大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人傻钱多的市场 才充满机会 当前的A股市场大敌如此 值得感谢那些拨脚的财经大位 和毫无实战水平的经济学家 和金勇教授们 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韭菜 给A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即便对手盘决定了是否赢钱 那么对乌火之中心理的把握 就是实战派和理论派的分水力 理论派认为 只要你拿出好牌 就一定能赢钱 却不知如果对手盘知道你有好牌 他不玩了 你即使拿了最大的底牌对A 但是你的对手都选择弃牌 你也只能空欢喜 这有点像你用一千倍的估值买了茅台 要想玩好这个游戏 你不光基于概率和数据 同时你又必须洞悉人性 无论是哪个柳派 都必须了解乌火之中 有人说价值投资不需要去管污火之中 买好公司长期持有就行了 这种污文子弟的话 导致多少价值投资的失败者 终身在骂 价值投资无用 从拥护者变成了最大的反派 巴菲特在他老师格雷尔姆那里 学到了三大理论 其中市场先生的概念 是唯一同时被查理芒格和巴菲特高度认可的 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扩堂上 老师就给巴菲特上了一堂生动的扩 他是这样说 有一个石油勘探者在上天堂的时候 圣彼得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圣彼得说 你的确有资格进天堂 可是你也看到了 分贝给石油勘探者居住的地方都已经刻满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安插进去 那个石油勘探者想了一会儿 问圣彼得 我可不可以跟那些现在住在那里的人讲一句话 圣彼得想了想 让他说句话也无妨 那个石油勘探者于是活起他的双手 成悲壮 放在嘴边 大喊 地狱里发现石油了 忽然之间 大门开了 所有的人蜂拥而出 向地狱冲去 这给圣彼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立刻邀请这位石油勘探者搬进去 结果这位石油勘探者 犹豫了一下 说不 我想我还是跟那些人一起去好了 谣言可能是真的 乌火之重其实就是市场先生 市场先生就是乌火之重 索尔斯的反生性就是对乌火之重的深刻理解 经济活动和资源规律不一样 一旦有人的介入规律和趋势以及预言都会发生改变 据实 索尔斯提出的主流偏见 这个主流偏见就是乌火之重 看法的集合 这个主流偏见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真相都无关紧要 因为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 股价的波动又何尝不是一部基于乌火之重 情绪和幻想的连续剧呢 这个理论的构建是索尔斯超越一切华尔街分析师的根基之所在 分析师们就像查理曼格说的 拿着一把锤子看什么都想盯着 当年中国的游资和庄家们非常注重对情绪的理解 但玩火自焚者居多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丢掉了价值数据和事实 单从玩弄乌火之重的情绪 必定无法长久 就像开头我们说的 赚钱不仅仅取决于大众有多愚蠢 和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量 当价值创造的源头没有水了 可死的不仅仅是乌火之重 还有愚弄乌火之重的庄家和幼稚们 我在信物读书解读了乌火之重 思考快与慢 影响力稀缺非理性繁荣 预报不能 等50本心理学和投资经典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讨资本和人性背后的秘密